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说一辆人都要去一次买以代夫 那么难得去旅行 当然不介意好一次 去年7月才开幕的Waffles度假村 标榜奢华和贴心服务 我们和模特Yoshi 由买里机场转成来陆机 坐一个小时机就去到 一落机已经有管家stand by 再带我们坐快艇去resort 未去到酒店已经有五星级的享受 我没想过在船上都可以按摩 我刚才差点睡着 船未到resort 已经见到很多职员等着欢迎我们 主岛上只有22间单栏 至于水上villa即独立而建 距离主岛都要5分钟船程 所以岛上的人不多 感觉够静又有私隐 今晚我们会住在主岛的一房beach villa 多多带你们看一下我的房间 这房间就是resort最基本的房间 带你们看一下已经非常大了 房间有超阔的浴室 可以浸泡泡浴 很舒服 villa里面还有私人花园泳池 留在房里面已经够了 有villa的花园还可以直接走到海灘 不喜欢留在房 resort里面的infinity pool都很好吃 或者在主餐厅试下不同的多个菜式 住在这里这么多日 我们最满意就是这里的全天候管家服务 除了帮我们安排打数 也会预约餐厅 例如安排folding breakfast 同时会根据我们的喜好 建议我们参加不同的resort活动 喜欢喝两杯也可以参加调酒班 学做resort招牌的sling 而这里的管家还会带住客去浮潜 映星玛尔代夫的海洋生态 每日活动都很精彩和丰富 现在看着影片 已经很想念玛尔代夫的阳光海滩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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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央 这期再见 感谢观看